远古时期,埃尔地亚族还只是一个小部落 族长却是一位蛮横的野心家 在征服尤米尔所在的部落后 将尤米尔和他的族人全部抓住了奴隶 并且割住了他们的舌头 之后,尤米尔从事奴隶工作时 见到族长和他妇人亲吻的画面 这是从小生活苦难的尤米尔 能够见到最美好的东西 尤米尔这一遍也成为居然整部动漫中 最重要的伏笔之一 正如弗尼达·雷伊斯所言 即便在这艰辛苦难的世界 尤米尔依旧保持着善良 处于对猪的怜悯 趁着夜色,尤米尔放走了部落中的猪 有意思的是 当时有三头猪,只跑了一头 另外两头可能习惯的这种 吃饱了就睡的安逸生活 并不向往自由 第二天,发现有猪不见了 族长召集了所有龙力 如果找不到放走猪的人 才会挖去所有龙力的一只眼睛 出于恐惧 所有龙力将手指向了尤米尔 这里有个细节 指向尤米尔的人正好是13个人 哼,穿个该死的数字梗 其实尤米尔放走猪 是没有其他人知道的 可能这些龙力 知道有可能放走猪的 只能是性格善良的尤米尔 面对众人的指认 尤米尔低头默认了 族长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 离自由了 然后尤米尔就成为了 士兵为内游戏的猎物 被挖去一只眼睛 肩膀脚踝中了两件的尤米尔 仍旧在拼命地逃跑 最终他走到了一棵餐厅大树旁边 里面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呼唤着尤米尔 可当尤米尔走进树洞后 才发现树洞里面 是深不见底的水潭 正当尤米尔在黑暗中 不断下坠时 一只怪弹虫 突然出现在尤米尔身后 然后附在了他身上 随着一声巨响 居然始祖诞生 这是历史上第一只巨人 尤米尔变身的巨人 体型比超大型巨人还要大 身体部分的骨头 落入在了外面 这里补充一下 尤米尔当时发现的大树 很可能来自帕拉底岛的居木森林 因为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过 如此巨大的树木 因此 阿尔迪亚部落同样起源于帕拉底岛 而居木森林 很可能是一切故事的起源 至于居木森林地下 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以及是否还有其他怪弹虫 我们就不得知了 回到尤米尔故事 在得到巨人力量之后 尤米尔并没有选择报复 而是选择继续服从组长 从此之后 组长利用尤米尔的能力开疆弊土 征服其他部落来着帝国 在这之中还包括了马来 不过从这些画面来看 尤米尔似乎还没有开发出其他巨人能力 比如操控无垢巨人 修改尤米尔民族的记忆 但是在冷冰界时代 尤米尔的再生能力 以及巨人的力量 已经可以所向披靡 埃尔迪亚也从部落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帝国 当年的组长也成为了初代弗里斯王 为了让巨人能力得到传承 初代弗里斯王 选择让尤米尔诞下几次 三个女儿分别取名为 玛利亚 罗赛 希娜 这三个名字之后 也被应用在帕拉底岛的三座城墙上 不过即便尤米尔成为王妃 有了自己的后代 尤米尔脸上依旧没有喜悦 眼神依旧空洞 对于弗里斯王来说 尤米尔只是开枪辟土的工具 自己依旧左右拥抱 对尤米尔从来没有正眼相看 一天在书边战卖国的仪式上 一位帝国士兵抱着逼死的决心 向弗里斯王投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枪 尤米尔被王挡下了这一枪倒立不起 因为巨人妖怪后锦被刺中 尤米尔再也没能起来 当然也有一种解读 是尤米尔自己选择了死亡 因为死亡对于他来说才是一种解脱 但是即便尤米尔死后都没有以来解脱 巨人137话即刻谈到 生命的根源就是繁殖 死亡只是与这一目的背道而吃 尤米尔灭绝了太多种族 于是受到了名为恐惧的惩罚 尤米尔为了摆脱这个惩罚的痛苦 最终逃到了连死亡都不存在的世界 尤米尔空间 当尤米尔刚刚来到这个空间 出了一望无际的荒漠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之后初代弗里斯王为了保护地位 延续阿尔迪亚帝国的统治 让三个女儿分饰了尤米尔 与此同时尤米尔空间开始出现了路 并在三个女儿获得巨人的命之后 开遍了三条分支 从此之后巨人之力开始淡淡相传 由此诞生出了九大智慧巨人 以及无数的无垢巨人 尤米尔空间的道路 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 对于尤米尔来说 两千年来一直承受着无情无尽的孤独 在尤米尔空间内堆砌着巨人 每当有埃阿尔迪亚人巨人化时 尤米尔就将堆砌好的巨人送去 每个诞生的巨人 都是尤米尔用沙子堆砌而成的 不过 有小伙伴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尤米尔的巨人是谁堆砌的呢 这个问题动漫中并没有明确解答 不过在尤米尔空间内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艾伦进入尤米尔通道的瞬间 极客说已经在这个空间待了两年了 因此尤米尔的巨人始祖 很可能是尤米尔之后堆砌而成的 之后2000年的历史中 尤米尔只是出现在书本 被称为与大地恶魔签订七月的小女孩 能够与尤米尔进行沟通的 只有拥有王族血脉的始祖巨人而已 在历代始祖巨人中 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位王 第145代风力次王 与尤米尔缔造了不战之约 之后只要王族血脉继承了始祖之力 就会变得消极必战 在这漫长的岁月后 尤米尔出来堆砌巨人 从来没有展现过自己的意志 直到极客引爆雷枪 被炸毁了半个身子 逼你死亡 尤米尔才第一次有所表现 利用无垢巨人 将极客牵引进入尤米尔空间 并且修复了极客的身体 一直以来 我们认为进入尤米尔空间的方法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拥有王族血脉的始祖巨人 另一种就是被始祖巨人速逐召唤 但是从极客进入尤米尔通道来看 还存在着第三种进入尤米尔通道的方法 就是进入巨人的体内 之后决战篇章 艾尔敏被某只长相奇特的数据吃掉 同样进入了尤米尔空间 便是依靠这种方法 回到极客 身体被尤米尔修复的极客 成功完成了与艾伦的约定 最后一刻完成了始祖巨人与王血巨人的接触 艾伦成功获得始祖之力 只是耶格尔兄弟两人 面对始祖尤米尔却产生了分歧 极客想要实行埃尔迪亚人绝育计划 艾伦则是想要启动地名 消灭海那边的敌人 在听到艾伦来自2000年后的告白 尤米尔空中的眼睛终于有了色泽 散受出了泪水 最终尤米尔选择了艾伦 之后极客回忆的 2000年来 尤米尔之所以一直待在尤米尔空间 继续选择服从弗里茨王 自己却不冷 所以尤米尔选择了艾伦 当谈到尤米尔的牛链时 画面再次给到了王杰伦的场景 此后艾伦发动地名 尤米尔一直作为旁观者出现 他想要找到自己2000年来的牛链 不管是见到瓦尼中的马来 还是被支会巨人包围的众人 尤米尔一直面无表情 直到见到塞尼 归类着艾伦亲吻艾伦的画面 尤米尔露出了人生中第一个笑容 这是他2000年来一直牛链的东西 至此从艾伦口中解开了2000年来的谜题 尤米尔之所以不反抗 之所以选择继续服侍弗里茨王的后代 是因为尤米尔深爱着初代弗里茨王 直到塞尼给了尤米尔不同的答案 直到塞尼亲手结束艾伦生命 亲吻艾伦的画面时 尤米尔释然了 创歌以尤米尔的视角 呈现出了时隔2000年的对称图 至此尤米尔的故事落幕 从一开始 尤米尔就只是善良的女孩 却承受着来自所有人的恶意 他期待爱 为此他做了许多违心的事情 只为淘化初代弗里茨王 却依旧改变不了自己工具人的地位 此后2000年 尤米尔被马来人塑造成为了恶魔 一个人在尤米尔空间内 承受着无尽的孤独与骂名 他期待有人来让他解脱 摆脱对王残存的爱 无尽的孤独与痛苦中 尤米尔变得了侵蚀生命 从开始善良的小女孩 变成了不惜蔑视的大地恶魔 为了见到三立的吻 艾伦成为他的工具 艾伦拥有始祖之力后 思想不受控制 只能发动地鸣 只能不断前进 直到让尤米尔如愿以偿 见到三立的吻 而尤米尔为了达到这个结果 连续通过艾伦才能完成 这也是为何 尤米尔会等待了艾伦2000年 对应了救人第一集的标题 至2000年前的你